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8號將啟程展開21天的訪美之旅 預計要造訪紐約、波士頓、華府還有休士頓等4個城市 柯文哲在今天親自舉行了訪美記者會 定調對外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對內是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更在轟民進黨求戰、國民黨位戰 但是面對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喊出了 菲律聯盟下降民進黨 他則是再度的公開反對 大酸說難道換國民黨上來貪污腐敗嗎 企圖跳脫、藍綠外交、兩岸方針 柯文哲8號啟程防媚 前一天親上火線闡述民眾黨外交論述 九六共識是我們內部在講的 我們現在所謂兩岸的那種定調、口號你知道 我們是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對內是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背後海報就是美國行最大重點 企圖讓美方瞭解台灣第三勢力 但郭台銘同樣剛愁美國返台 用我一生的餘命為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而戰 速度喊出菲律聯盟下降民進黨 郭柯是否整合 柯皮回答已見短倪 下降民進黨 難道換國民黨上來 不然就換他們上來貪污五百 屬於欠利的全部排除再壞 這國家永遠陷入藍綠對抗的僵局 我明白告訴你 我反對下降民進黨 國匯律聯盟這種政治口號 像蔡總統跟馬英九意見不一樣 那你們兩個每天在鬧來鬧去 搞到整個台灣都陪葬下去 總統大選年 柯文哲訪美面試尋求認同 白色力量在台灣的第三條路 國際上先找同盟隊友 這次我們講的劉承惟 台北島 عة島 小河 拔 小河